本文中出现了一个逗号for这个重点的连词 因为语气比较弱 补充说明 为什么呢 for the descriptions 因为这个描述 什么描述 given by people 人们做出的描述 这个定语比较长了 英语中定语长 一般方的名字后面修饰 叫given by people 为什么用given呢 因为做描述搭配可用give descriptions 那么先行词是discription 要修饰的名词是这个描述 那么后面本来应该有个定语重句 叫discriptions which were given by people 被人们做出的描述 被人们做出嘛 which后面加必动词war 再加given by people 又一次出现了 咱们刚才讲过的那个情况 就说which是关系代词做主语吧 其后紧跟的是必动词 那么做主语的关系代词 跟必动词可以同时省掉 本文中只剩下了given by people 这个情况 如果加上which war 使定语重句 当后置定语 来修饰中心名词 如果去掉之后 从形式来看 就是个非位于动词 当后置定语 来修饰中心名词 非位于动词做定语 也是咱们第一课的一个重点知识 首先什么叫非位于动词呢 非位于动词有两大形式 一个是分词 一个是动词不定词 而分词又分两种 现在分词doing和过去分词done 动词不定词是to do 所以形式来看是三个 doing done还有to do 非位动词在剧中充当什么成分呢 这废话了 名字都告诉我了 它叫非位于 一个剧中 我们知道剧的成分 无外乎有六种 主 为 并定 撞 不 这六种 也就是说除了位于不能充当之外 其他的剧的成分都可以充当 当定语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要搞清主动还是被动 一般来说 要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一般来说多数用to do这个结构 而正在做或做过的事情 一般用分词 在本文中描述已经被做了 用分词 用分词的时候 主动的形式 用doing 过去被动形式 用过去分词done就好了 本文中呢 这描述是被做的 所以用given by people就好了 咱们做几个练习 比方说 做描述 还有这个搭配 叫make description 也行 那么人们做出的描述 咱们说 该怎么说 大家都会说了 description made by people 人们做出的描述 用这个也可以 用这个也可以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本课书第二段 就是咱们本课书第七行里面 出现这么一句话 the hunt for the puma begin in a small village where a woman picking blackberries saw a large cat on the five years way from her 注意这个黄色的 这个成分 a woman 一个女人 picking blackberries 这个不可能是 未语动词了 为什么未语动词在这呢 saw 一般过去词嘛 这个picking blackberries 一看是非未语动词 她在这后置正语 修饰这个女人 一个彩黑眉的女人 这是正在做的事情 不是要做 咱们用分词 采黑眉是主动 不是被黑眉采嘛 用picking blackberries就好了 这是非未语当后置定 因为它比较长嘛 放在名字后就好了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第38页的第十行 第七课中 38页第十行 38页第十行 出现这么一句话 Johan had a very good day and put his wallet containing 3000 pounds into micro oven for safekeeping 约翰那天过得不错 并且呢 把她的钱夹子 钱包 什么钱包 注意 containing 3000 pounds 装着3000英镑的钱包 这是非未语当后置定乱 这个钱包里 并不是药装和美装 里面就有嘛 用分词 在这里面 钱包容纳着 盛着 并不是被什么什么装着 所以用现在分词 containing是正确的 看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看在第八课中 第42页里边 第四行到第五行 42页的第四行到第五行 就像这么一个片段 For hundreds of years St. Bernard dogs have saved the lives of travelers crossing the dangerous paths 注意这个横线部分 travelers 这个游客 什么游客 crossing the dangerous paths 穿越这个危险的 山口的游客 这个游客穿越山口 已经发生了 并不是要做 未做的事情 用分词 穿越山口是主动结构 当然用crossing就好了 相信大家 咱们都会了 那么咱们 看了这么多例子 不能白看 咱们说几个吧 脱壳出 鲁迅写的小说 中心词是小说 鲁迅写的 这个定义后制 写是被动的 小说是被写的吗 Novels written by鲁迅 有鲁迅写的小说 当然以后 我们用多之后发现 有的时候这个written 可以去掉 就by鲁迅也行 鲁迅写的小说 张艺谋指导的电影 电影在美国用movie 常见一些 那么导演的动词 可以用direct 电影是被指导的 已经发生过了 分词 过去分词 movies directed by 张艺谋 就好了 咱们来更复杂的例子 我说 那个靠在墙上 名字叫乔治的人 是我哥哥 其实这个主观是 the man is my brother 那个男的是我哥哥 但是有两个定语 一个叫靠在墙上 以另外一个叫 名字叫乔治 两个后制定语 咱们先说主意 the man 靠在墙上 有个倾斜 这个动词 lean L-E-A-N 靠在墙上 是主动结构 并不是被别人 靠在他身上 所以用 leaning against the wall 正在发生的事情 分词的 然后名字叫乔治 被其名字叫乔治 name是给某人起名字 使用过去分词 name的George 好了 再说位于 is my brother 这个男的是我哥哥 是什么呢 靠在墙上 名字叫乔治的 这是非为了一种词 当后制定语来用 在后面还会看更多的例子 好 再回到这个文章里面来 后面说 这些人 什么人呢 这个 who claim to have seen a puma 声称看到过美洲式的人 做出了描述 这个里面 claim是声称的意思 但claim后面加了一个 to have seen a puma claim to have done 这里出现一个 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 这个大家可能在写作中不会用 这claim to have done 这么一个结构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时候用to have 加过去分词这个形式呢 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 一般是强调这个事情 已经发生过了 就是声称这个事情 在声称之前 已经发生过了 后面这个动作 比claim发生的更早一些 那有同事老师 你刚刚说过 动词不定是to do 不是一般是表示 要做还没有做的事情吗 是的 一般来说 用to do表示要做 还没做的事情 但是有些情况下 却能用to have done 来表达先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固定搭配里面 只能用to do 你像claim 它的固定搭配 就是claim to do 从来不能说claim done claim doing 是不能这么用的 但是搭配是to do 我还要表达这个事情 是先发生 那挤了都没辙了 怎么办呢 只好用to have done 这么一个结构 这就是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 大家了解了吧 什么是使用呢 就是这个固定搭配里面 咱们必须用动词不定式 to do 但是我还想表达 to do里面的do 是发生的更早一些 怎么办呢 只好用to have done 这个结构 本文中声称 曾经看到过美洲式 看到美洲式 发生在声称之前嘛 用这结构 如果不强调 是先发生的 那么用claim to do 就好了 比如说看例子 so far no organization has claim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so far是迄今了 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组织声称 对这个事件负责 你看 这个里面就不能 to have been responsible 那除非的翻译成 没有任何组织声称 在去年曾经负过一次责任 并不是去年负过责任 就是现在负责嘛 所以这里面to do就好了 to have done一定是 固定搭配用to do 但又必须强调线发生 这个数才用 相信大家 写作中也会用了 咱们继续翻译 多看几个例子 多观察观察 那比如说咱们看第三十个 142页的第十二行 到第十三行 142页十二 到第十三行 有这么一个片段 每一个人都去参加葬礼了 因为这个所谓的鬼啊 不是别人正是埃里克考格斯 这人是谁呢 这个家里边另外一个兄弟 原来有两个还是另外一个兄弟 他被认为年轻的时候早就死了 大家注意 be supposed to do 是固定搭配 被认为如何 be supposed to do 绝对不能在doing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死 是发生在被认为之前的 他先死掉 后面咱们认为他以前死了 年轻时死了 那只好用to have died 动词固定式的完成式 这个相信大家理解 为什么这么用了 咱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第36课 166页第十行到第十一行 166页第十到第十一行 有这么一句话 When I was a boy My grandfather told me How a German taxi driver France Basman found a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twenty years before 这不但是完成时 还用了被动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的爷爷呀 才能跟我讲 一个德国的出租司机 叫France Basman 他是如何找到了 他的一个兄弟 这个兄弟怎么样呢 那么被认为呀 二十年前早就死掉了 大家看到 be thought to do 跟be supposed to do 是同意搭配 都是翻译成被认为 被推测试 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里面必须加to do be thought to do 但是被杀死 这个情况 是发生在被认为之前的 被认为二十年前就死了 那只好用to help 再加上是被动 怎么办呢 to help being killed 二十年前就死掉了 这就是动词不定式的完成式结构 咱们先记住 一会咱们造句 会用它一下 会做个联系 好 那么 这个后制证语终于完了 就声称看得过美洲诗的人 做出的描述 这描述怎么样呢 or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是特别特别的相似 这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词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特别的 就是超出一般的 不同寻常的 不平 这不一般的 很不平凡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extraordinarily 大家注意 不要读extra 为什么呢 x 有一个s 这个声音 我们知道一旦有这个s的声音 后面音节中读的话 那么一般会发生酌化 酌化的声带震动一下 extra 懂得extra 由ch 变成j 再加字母r 勾手的extra 中音后音 懂得extraordinarily 管老师大声嘟变 extraordinarily extraordinarily 这是个美式发音 尽管在字典 大多数字典中音是 extraordinarily extraordinarily 但在美音中呢 多音节的副词 往往会发生中音后音现象 咱们在听力考试里面听到的声音 往往是extraordinarily 这么一个声音 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字典中音是primarily 主要的 但我们读的时候 一般中音后音 但是那边 primarily primarily 叫主要的 再比如说这个绝对的 四点中音往往是absolutely 但我们读的时候读成absolutely absolutely 在美句中 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 再比如说这个 必然必须会怎么样 必然的 这个副词 四点中音往往是necessary 但生活中一般都是necessary necessary 中音会后移 再比如说这个 temporary 这个临时地 暂时地 我们生活中一边读成 temporary temporary 会重音后移 咱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extraordinarily 这一般会发生重音后移 这么一个现象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课文中 看 他说特别相似 or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这个结构啊 疏忽连接提问了一下 我们可以用哪些表达来替换它 因为我们在写作中不能 这个这个就重复嘛 特别相似在本文中 还有哪个表达可以替换的呢 能替换的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 咱们词性一样 可以用war particularly unlike 可以用它 这个相似的 既可以用similar 也可以用形容词alike 只不过alike 这个形容词只能做表语 而similar 做定义做表语 都没关系 alike 一般是做放在 B动词后面当表语的 那么特别的 extraordinarily 可以换成particularly 也是尤其特别的意思 可以用 对吧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可以用 had a lot in common had a lot in common 也行 we had a lot in common 我们两个人 有很多共同之处 这个用的一个习语 叫in common in common 一般做后制定语 叫相同的 共同的 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叫had a lot in common 也行 当然 如果你要表达的 比较文族族一些 我们可以用的更 可以用的更牛一点 从此 个儿 个儿 个儿更大一些 我们可以用 had considerable commonality 这个表达更正式了 我们知道 一般在书面语中 个儿比较大一些 首先 这个相当多的是一个 委婉的书面语 咱们的未来会大量出现 跟老师大事努力 considerable 注意不要读come 我说过了 C问在清读时发 con 再来遍 considerable considerable 这个不能翻译成 可以考虑到达 是相当多的 再读一下后面的名词 单数是把后面的 IES去掉之后 加一个字母 Y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mmonality commonality 叫共同之处 可数名词 复数去掉外边的 IES就好了 had considerable commonalities 有相当多的 共同之处 这个表达比较拽一些了 比较文言一些 咱们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可能大家看过 当年一个大片叫做 月遇 Prison Break 很久以前的一个美剧了 里边呢 有一个变态的杀人狂 叫T-Bag 可能有同学还记得 我们看 里面有这么个片段 两个人对话里面 就出现了这么个结构 那么 这个两个 一个口语 一个书面都出现了 咱们先听一看 看他这种说的 看他这种说的 他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第一开始这TVX说了 说well I saw the ad on the back of the bus up today 说今天呢我在这个公共棋车站的后边 看了一个广告 这个ad是口语搭配 书面中一般叫advertisement 或者英国人都是advertisement 这广告到了26颗 咱们会讲这个字 然后Anna一边想一边说了 no it was not exactly like looking in the mirror 尽管并不是一模一样像照镜子那么像 但是怎么样 you can deny 你不能否认 后面叫兵御总局 但there's a certain commonality in your visited 他说我们两个的面容啊 有某些共同之处相似之处 你看there's a certain commonality 我们知道commonality这个词啊 在口语中用的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太拽了 太文气了 还有后面的in your visitors 这个visage这个词表示人的face面容的意思 但这个词用在书面语中 也属于非常拽的正式的表达了 所以你看这个律师听完以后都笑了 说这个人说话怎么会这样呢 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美剧 这tbag从小是被字典的 所以这tbag如果参加像植而易这种考试 有可能达高分 用词特别正式 咱们像阅读真体一样 所以这个律师跟他对话的人就说了 I guess we do look a little bit alike 他说我猜我们两个人确实看上去有一点像 we do叫的确 咱们第二个课会讲到强调肯定是强调一下 look a little bit alike 这个就口语话多了 确实有一点像 两个人的讲话 一个文言一个书面语 而且一个书面语一个是口语大肥 相应程序可以说 咱们这个片段再听一遍 看在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是表示相似 像可以怎么来说 好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完整的句子再好好回顾一下 However 副词放在句首表示跟上一句话的转折 然后呢 这个画横线的斜的这个白颜色的字 我们说讲了 这是一个时间状态从据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然后呢 主句就是白颜色的正体字 没有下落的部分 主句很短 就是experts fail apply to investigate 专家觉得必须去调查 这句的主观结构 什么专家呢 from the zoo 这是后制定语修士这个专家 然后呢 后面在句末for开始 一直到句的结束 这是由for引导的一个原因状态从据 反正因为 咱们说了 因为原因状态从据的主语是 the description 这个描述 什么描述呢 后面写底字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uma 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们做出的描述 是整个的后制定语修士这个描述 description 然后这个人后面 在里面又迁套的一个定语从据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uma 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 这是在非谓动词当后制定语里面 迁套在内层的一个定语从据 他修士里面的一个people 然后怎么样 or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这是我们原因状态从据里面的谓语 特别相似 什么特别相似 我们这么一对应 看到了吧 描述嘛 这个描述是特别相似 特别精彩的句子 咱们看能不能也是跟老师复述一遍 尽量不看屏幕 忘了的话咱看也尽量不看屏幕 这个我们说然而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众元的专家觉得必须要调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 做出的描述 特别相似 description 好 从头开始 However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动物园的专家觉得必须调查了 Experts from the zoo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为什么呢 因为声称看到过美洲诗的人们 做出的描述 先说描述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uma for the descriptions given by people who claimed to have seen the puma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造个句子 造个句子 随着这个病例开始慢慢增多 医学专家们觉得必须得调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得了这种病的人的症状特别相似 咱们看很可能是一种病了啊 大家症状都一样 病例叫case 医学专家可以叫specialist 可说明词 然后症状 大家可能都知道叫symptoms 但注意 因为得了这种病的人的症状 咱们中心词先说症状 这定义太长了 什么症状 人的症状 什么人得了这种病的人 还是有这么个语续 好 我们说随着病例开始慢慢增多 As the cases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began to accumulate 这个医学专家们 specialists觉得必须调查了 他们的义务吗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为什么呢 都号for表示因为 for 先说症状 symptoms 什么症状呢 人的症状 the symptoms of people 什么人的症状 在家得了这个病的人 得病可以叫动词catch 或者是动词had都行 who had called a disease 这个had在这当一个助动词来用 过去完全是 因为这个整个事发生在过去 这过去的过去嘛 以前都被who had caught a disease 怎么样 好了 再说这个症状特别相似 咱们被一遍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好 咱们回顾的 再回顾下这句话 他说 As the cases began to accumulate specialists felt obliged to investigate for the symptoms of people who had caught a disease were extraordinarily similar 好 这个精彩的句子 我们就把它完全看完了 相信大家 在写的时候 心里更加要出新骨了 精彩的这个第一段 文贵老师就休息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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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